真的是太美 太美了 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这懒懒的天 我在哪里呢 欧利叶河在台湾 不是在外国 但是你会觉得自身其中很像 你秒飞到欧洲的感觉了 因为呢 我的背后呢 就是城堡 我在欧利叶河城堡 城堡饭店很漂亮 你看一下哦 你看哦 后面还有哦 这是第一栋 这是第一栋的城堡 后面也有三栋的城堡 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介绍他的早餐 好 来看外面都有停车场 他这个是门禁深沿 非房客是不能进来的哦 目前是没有开放参观 他只有房客才能进来哦 那房客的话车子停在外面 外面那边有两个停车场都可以停 然后这边按电铃 他才会开门的哦 好 看到里面真的非常的漂亮 哦 花园呢 到处每个角度 每个角度拍呢 都是超级无敌美的哦 就像一幅画一样 那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来这第一栋 这是办理露珠的大厅 也是吃下午茶 还有早餐晚餐 都是在这一栋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是早餐 早餐呢 它是属于套餐的方式 它不管每一天都是套餐哦 它没有自助餐 用套餐 个人套餐的方式来出餐 我看一下这非常可爱 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 好 那这边进来的话呢 你要办理露珠的时候也是在这边 好 我们进来一下 它车子不能开进来 可只是停在外面 好 进来这边的话 里面呢真的是非常漂亮 全部是欧洲进口的古董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点 全部都是非常高档的 坐飞机的进口 然后包含每一幅画 它都不是 它不是copy的 都是真的画家画的 他们都每一幅画都有画家的签名 可以看到这个走廊 往上看上去 这走廊都是非常的漂亮 好 可以看到这个士兵 那里面呢 真的是你进来吃饭 就是在欣赏艺术品 整个好像是在博物馆 艺术品美术馆里面 真的很漂亮 好像小朋友随处都可以拍照 每个角度都是很像摄影棚一样的拍照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是早餐的部分 那早餐部分的话呢 是个人套餐 四人房就是给你们四套 那如果两人房是给两套 那另外的话我们会再增加 如果有加码的话呢 加码的人也会有吃早餐的啰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一个人的套餐的部分 一个人是可以吃的很饱的 来我们看一下 摆盘也很漂亮 然后色彩也很缤纷 可以看到这个是有炒蛋 炒这个散蛋 还有呢 这个是小朋友很爱吃的香肠 德式香肠 在旁边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切片的 切片的肉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我很喜欢 是超赞的 然后配上这个养生的生菜沙拉 然后配上这个酱 再来呢 还有搭配这个后片的烤吐司 再来呢 配一杯饮料 然后旁边的是热茶 有热茶 好 饮料的话呢 可以选择有果汁 或者是像我们家小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小朋友你喝的是牛奶对不对 他选择牛奶或者是有人要喝咖啡 像他是牛奶 小朋友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像我们这样哥哥的牛奶的部分 所以他整个一整套这样子吃下来 真的早餐很饱哦 会很饱很棒哦 而且是非常营养均衡的哦 有肉类 有蛋类 然后这个有菜类 还有面包类 绝对是可以很饱足的 而且呢 你看色彩缤纷 小朋友应该就可以很喜欢吃胃口大开啰 那像坐在这边的话呢 你看还可以看到户外的美景 以及里面的可以欣赏这个画作 他每个角度 每个角度可以欣赏一下古董 在里面吃饭是真的是一大的享受 而且下午茶 早餐下午茶晚餐都是在这边 所以呢 如果想要来这边好好轻松的度假 真的是不用往外跑 你光在里面拍照 休息 发呆看风景 欣赏艺术品 真的是两天 就是很开心的两天 很满足的回家了 在这边吃美食 欣赏风景 欣赏画作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享受 不用飞到外国 我们就是在浦里 浦里欧夜粒盒里面 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全套的一个享受 美食美景 然后再来省钱 来拍艺术照 都是可以在这里面的哦 OK介绍给你们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